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谢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明白 你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聆听 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生命与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的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弥加书 然后呢 第六章第八节 世人啊 耶和华 以指示你为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欲 好怜悯 纯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哇 有意思 世人啊 耶和华 以指示你为善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们要怎么去过活呢 好 我以前小的时候呢 是学习游泳 而且是代表学校的 这个游泳的一层年 那我还记得教练呢 教我们呢 怎么去游泳 我们是有自由式的 当时我的自由设施比较快 所以呢 呃 代表了学校 去跟其他学校 比赛了 竞争了 然后在学习游泳的时候呢 我们的教练呢 他就告诉了我们 当我们的脚一拍 我们的手一拍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 要平衡 控制力量 就是其中的关键 所以一个人呢 能够游泳游得很快呢 就是他怎么去控制 控制什么呢 他的手和他的脚 和他的身体 所以呢 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 那 圣经所说的 谦卑 经常呢 像我们游泳的时候 看起来很慢 他的手拍 但事实上 这被非转弱 谦卑 并不是减低我们的优点或难力 而是加以控制 我们的情绪 我们 要跑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呢 游泳 脚和手 都要一起拉 一起拍 然后一起打 然后速度就很快 头部呢 要往底下看 不要往前面看 就是换句话说 看下面 不要看前面 所以 亲爱的用者们 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有 谦卑的一个心 所以 这个 密加书说 纯谦卑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是呼吁我们呢 控制自己的脚步 免得跑在上帝的前面 对不对 他也说 行公义的好怜悯 第八节 所以 签订是什么呢 这是容易叫我们 渴望做一些事情 去 占熟度去做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有太多 不公义的事情发生 只是我们在 采取行动时 日然要接受 上帝控制和引导 我们如此呢 行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达到的目的 目标 是看见他的旨意 以目的 成就 也让人看见 他的国度 彰显在 这个地上 所以亲爱的 对方是没 我们要一生同行 要平衡 工作也好 做企业也好 但是我们 要与上帝同行 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些 我们的成就 都是蒙上帝的救服 因为我们的伙伴呢 就是神 所以很多人很自傲 我看到很多人跌倒 为什么呢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很爱主 到了四五 四十五岁 五十岁了 成功了 他就认为说 我不需要耶稣了 那是不对的 所以我要自问 在什么情况下 你会跑在 上帝的前头 你认为你成功了 你就比赛 你不要管上帝了 不应该的 我们每一天都要求 主啊 谢谢你给我 这么好的机会 我的事业 我的取悦 我的工程 你做得挺好的 主啊 这是你的祝福 还有 你认为谦卑是优点 或是缺点呢 要问你自己 为什么呢 谦卑其实是优点 我们的主耶稣 也是很谦卑 我们应该谦卑 人家说 哎呀张某啊 你很厉害啊 你说哎呀没有 这是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我才有今天 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拥要神了 你不能够说 哎张某你很厉害啊 哎呀你才知道 我厉害吗 所以这个自傲的人呢 得不到神的祝福 谦卑的人 荣耀神的名的人 才可以蒙神 到他的祝福 好 我们一起低头道靠 亲爱的上帝 纯谦卑的心 与你同行 实在很不容易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啊 为你训练 你圣灵训练我们 好使我们的脚步 能以你 和你的旨意 保持一支 可以平衡的 一起走 不要跑到你的前面 谢谢你 主耶稣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 认为我们 这些很了不起 不需要你的时候 就是我们跌倒的时候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 谦卑的基督徒 行公义的基督徒 我们奉以随便祷告 阿们 我要尽心 尽力来 敬拜你 主 我要尝试赞美你 我要尽心 尽力来 敬拜你 主 我要终于赞美你 欣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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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尽心尽力来敬拜你主 我要终于赞美你 哦主你适合的荣耀 你生命真佩的大赞美 愿我心生真生结梦也好 让我尽心尽力敬拜你主 哦主你适合的荣耀 你生命真佩的大赞美 愿我心生真生结梦也好 让我尽心尽力敬拜你主